歡迎來到華視生活跡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很多地方都降雨了 包含像是北部地區 跟南部地區都出現明顯的雨勢 而且我們要提醒大家 受到颱風的影響 這雨恐怕下個不停了 趕快來看到一下颱風的最新動態了 新台蘆壁目前的位置 是在俄羅安比的西方 大約四百九十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目前中央氣象局 是針對了這個東沙島海面 以及台灣海峽 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了 那麼颱風是以這個十三 轉十公里的速度 持續朝著這個北北 往轉北的方向來移動前進 以目前的路徑看起來 很有可能在明天的上半天 就會登陸中國的福建 跟廣東一帶了 那麼從明天開始一路到七號 他會慢慢地通過中國 到時候就會離開了 不過以現在路徑看起來 最接近臺灣的時間點 就會落在大約是在五號 到六號的這段時間點 而且包含像是金門 還有這個馬祖地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會感受到明顯的風雨 那麼雖然說颱風對於臺灣本島 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接下來會為臺灣帶來西南風 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接下來恐怕大雨會下個不停 我們來看到從這個雨區報圖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這段期間 尤其是在南部地區高屏一帶 這個雨勢是非常明顯的 而到了明天其實差不多雨 可能會下的更大一些 像是紫色的區塊 很有可能明天的這個雨勢 就會來到好雨等級的 那麼包含像是北部地區 還有山區的部分 可能同樣會有比較大的雨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 這個防範大雨的準備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現在看到 在基隆 臺北跟新北 明天都會有降雨 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桃園 新竹跟苗栗一樣 會有雨勢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台中跟彰化 南投通通都會有降雨 高溫來到三十一度 雨林加一跟台南 要防範比較大的雨勢 溫度是二十六到三十一度 高平地區明天同樣會下大雨 高溫來到三十度 好 另外在宜蘭 花蓮跟台東 一樣會有不穩定的天氣 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接下來看到在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跟澎湖 也要注意比較大的雨勢了 金門的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好 為大家整理一下 大家好 從今天開始颱風接近中南部地區 已經下起雨來了 而且午後山區也有雨勢 從五號到七號 也就是週四到週六這段期間 受到颱風外溫環流的影響 中南部地區會出現 好大雨 北部地區也有局部的雨勢 另外金門跟馬祖地區的風雨 也會比較明顯 而星期 從星期日到星期一 也就是八月八號到十號這段期間 持續受到的是西南風的影響 到時候雖然說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天氣是轉為穩定了 但是中南部地區還是會有降雨的 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那麼另外颱風的變數 還是比較大一點點 也有可能登陸之後就會減弱 我們也會持續為大家關注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您做參考